微微哥哥 小姐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怎么手来脚来的 你们又不熟 你看起来很年轻 应该跟我一样叫他阿伯 什么会叫哥哥 你忘记我了 微微哥哥 秋明月 秋明顺最小的妹妹 小的时候我最喜欢 跟在你们这些大男生的屁股后面 然后每一次只要我走不动了 你就会留下来 等我 背我 抱我 啊 你是阿月啊 就是小时候留两个辫子 然后挂着两条鼻涕 鞋子永远少一只的 爱考爱对了的阿月啊 哎呀天哪你 现在怎么这么漂亮啊 微微哥哥 我真的好想你 好久不见 好开心喔 美国回来的特别喜欢抱抱 哎呦好乐啦好乐 做得了啦 好乐请 好做得了做得了 阿月啊 真的 你还记得吗 你们以前啊最喜欢约女生去冰店 然后就找我去当盐护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啊你哥哥最没有用了啦 他看到喜欢的女孩子一句话都不敢说耶 班小鬼 他就是这样啊 对啊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你们班的那个叫刘大头 对 跟我哥喜欢同一个女生 奇怪了 那个时候你还很小耶 你怎么记得这种事情 我当然还记得啊 哦 对了 你以前不是常常去我们家吗 有一次我打破了一个杯子 哦 我就很怕被我妈妈骂啊 结果你就一直在旁边 一直安慰我 一直安慰我 你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啊 那会水吧 没水了 然后呢 后来啊我妈就回来了嘛 她看到那个破掉的杯子还有你 以为那个杯子是你打破的 对 把你做骂一顿 我那时候好害怕啊 那时候我想说干脆算了啦 我就买个一模一样的杯子赔给你妈妈 你妈妈才比较不生气 你知道她还说什么吗 说什么 她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好好笑 本来就是啊 我小时候就很有责任感啊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崇拜你啊 你们哦 不知道把你们背多少黑锅了 你们出那么多皮肉 哪有你跟我哥他们 还不是都常常欺负我 小时候真的人家 很好笑 大家好我是小八张允熙 订阅东森创作YouTube 和我一起支持姐妹们追吧